俄罗斯亮明立场 民进党当局气得跳脚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大家好 我是时事评论员吴薛兰 欢迎您收看五官大局 中午号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通了个电话 这通电话内容相当的重要 普京非常明确的谈到了 说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打着所谓新疆香港台湾这个旗号 来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话一出 民进党当局听了内心非常的不爽 然后他们就严正抗议 就说俄罗斯这种说法 是在贬损台湾的所谓主权 台湾哪有什么主权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这还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下来的 早在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的时代 上世纪90年代 俄罗斯这个立场就很明确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民间的当局 你再气也没有用 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在说最近除了普京亲口 有这样强硬的一些表态之外 普京身边人也有各种表态 比如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第一副主任 级别还是很高的 基里安科他也表达了 就是中国台湾的问题 这个台湾前面 中国两个字是极其重要的 这也是俄罗斯官方的一个立场 他就是俄罗斯驻中国的大使杰尼索夫 前段时间他参加一个活动 当时大家就在热议 从福州到台湾以后有高铁 杰尼索夫就表态说 本来两岸就属于一个地方 那他还没有机会去过台湾省 比如这个省 还是强调了 今后还要坐着高铁去中国的台湾省 这不同样也是官方在阐明俄罗斯 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吗 再说了 台湾你本身就是招招俄罗斯了 你踩到它的一些很敏感的东西了 在2月24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手以后 西方国家就开始制裁俄罗斯 这台湾也跳得非常的高 也跟着去制裁俄罗斯了 都忘了你有资格去制裁嘛 所以俄罗斯那会儿就已经拍了台湾一巴掌 当俄罗斯搞了一个不友好国家地区名单的时候 就赫然叼上了中国台湾 所以现在俄罗斯各位高官 各个层级都在强调台湾是中国 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的事是中国内政 任何势力你不要过来插手 民政的当局你就老老实实的听着吧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记得关注我 好内容别错过